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这里是陈子点黄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三个动作可以有效的去缓解你腰椎的疼痛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其实呢,很多朋友会经常感到腰非常非常疼 尤其就是靠近我们屁股这一块 因为上班上学,你可能会要久坐啊,久站啊,或者说开车 你长期你的身体就处于非常僵硬的状态 你的腰椎没有得到一个放松 今天呢,就教大家三个动作可以有效的缓解你腰椎的疼痛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还是跟往期一样,你可以在瑜伽垫或者说在床榻 或者说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在床上也可以完成这些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双腿微打开 然后你的屁股呢,去找你的脚后跟 然后往下去拉伸 然后手呢,一直往前去找对面 然后你的屁股呢,不断地去找你的脚后跟 做一个拉伸的动作 这个动作呢,是第一个动作 主要是放松我们腰椎的这个部分 第二个动作也非常简单 然后首先呢,你把双手打开 然后双手呢,在我们的胸的两侧 穿到我们去顶起来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你会感觉到你的腰椎 你的颈椎有拉伸 而且有挤压感 头呢,可以慢慢地去拉向我们天花板 去拉伸一下你的脖子 如果你觉得刚才这样太痛的话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肘放下来一点 然后双手这样沉地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 然后我们拉进来看一遍 然后你的双手握拳头去抵住你的背 然后后弯 然后再慢慢地伸到你的脖子 然后你的这个后背 然后这个地方有放松 这三个动作呢,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 慢慢地去拉伸或者去加强 经过这样反复多次的练习 可以有效地去缓解你腰部和你背部的疼痛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